这个九宫格新国标红绿灯 相信大家最近都刷到过 最近一两个月 我也都有刷到过 就要使用这个新国标红绿灯了 可是今天一大早 又刷到多地交管部门回应说 暂未收到更换新国标红绿灯的通知 这都喊了几个月要来了 又说不来 真的是指纹其声不见其名 不会是咕咚来了吧 吓得我赶紧开了一瓶 82年的雪碧压压惊 打开网页仔细一搜 原来这两个月频繁上榜的 新国标红绿灯并不是新鲜产物 早在2017年7月1号就已经落地了 直到最近才逐渐开始试点使用 像在深圳其实就已经取消独秒好几年了 这个新版红绿灯可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争议 一是新版红绿灯有三行三列 共有八种通行规则 都赶上这个排列组合了 相比较之前 每个车道都有单独一组信号灯 直行左转右转都有箭头灯 新国标的直行灯只有圆灯 让老司机对新组合反应不过来 二是新国标红绿灯取消了读秒 等待红灯的时间不再那么直观 赶时间的人觉得很焦虑 不过呢 高手在民间 再难的事儿都有人能够画版为简 就有网友总结出了新版红绿灯的阅读口诀 红灯停绿灯行 左转不亮看直行 右转不亮不用停 熟读此诀 当可无忧义 可能是自己也感觉新版九宫格红绿灯 不那么容易看明白吧 新国标红绿灯的设计者 在21号开直播和网友互动了 想解释一下新版的设计 教大家怎么正确及时的辨认信号 哎 遭到了网友猛烈的批评 开播十分钟 被迫下线了 要我说这难道不就是民意吗 如果一个红绿灯 他做不到一目了然的红灯停绿灯行 他的设计那就是失败的 既然是在试点 还是希望设计者多倾听群众的声音 趁还没有全国落地实施之前 多收集群众的意见 任何脱离了群众的使用习惯 都很难说那是一个完美的设计 您觉得呢